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安全的几乎是消失了 但是呢在许多下游的浆线 现在开始会经历淹水的情形 那么像是Trinity River附近的居民 要特别的留意 因为Late Livingston在过去这几天的豪雨 它的水位长得非常高 那么许多的多余的雨水呢 就流入到Trinity River当中 这一次在Trinity River或是Late Livingston的水位 都比在2017年Hurricane Harvey 那个时候的这个淹水的情形 所接收到的雨量还要特别的高 像是一些下游的county 例如Liberty County Brasoria County Waller Austin和Fortbank County 尤其是在Brasoria County 根据相关单位表示 Brasil River呢 现在它的水位成长的高度 令人忧心 已经到了这个轻微 从轻微到中度的淹水程度 另外在今天的天气方面 今天有一个应该算是非常潮湿的天气 即使在下午的80多度的高温呢 会让人们感觉到好像将近快要100度了 全天的低温也在华氏70度以上 这当然是跟前几天下大雨造成的湿度影响 那么在这边也要特别提醒民众 就是许多的灾户灾民需要大家捐赠金钱和日常用品及食物等等 但是也要特别留意 当您捐赠这些金钱和食品的时候 不要受小小的这个欺骗 最稳固的方法是直接将您的食物拿到Houston的Foo Bank 或是这个红十字会来避免被小小中间转手出去 好我们接下来关心一下这则消息 就是星期六晚间在休斯顿西边的麦当劳 位在8147K的Fleway 警方表示这一名46岁的律师叫Jeffrey Lemmer 在麦当劳买餐点的时候 碰到另外一名咆哮的客人 因为他很生气麦当劳内的员工 大概是没有给他对的餐点 而Jeffrey Lemmer上去制止的时候 两人变成应该算是或许起了 肢体上的冲突 结果在麦当劳的外面 这一名咆哮的顾客居然回到车上 拿着手枪将来劝架的Jeffrey Lemmer律师开枪打死 然后他开着他的福特卡车逃之夭夭 警方表示现在希望有目击者 并且希望不久之后能够逮捕这一名凶手归案 而Jeffrey Lemmer这名律师 他自UT Austin毕业之后 进入了South Texas Law School 南德州法学院 毕业之后就在休斯顿的一家律师楼当律师 所以能够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结果 让许多人不急十分的惋惜 好另外看一下在Houston的Squatter的情形 什么是Squatter呢 就是知道您的房子是空屋 因此就住进来不肯走的流浪汉门 叫Squatter 还有就是您原来的租客 没有付房租但是却拒绝搬走 也叫Squatter 那么在德州虽然有法律 让Squatter可以被警察驱逐 但是整个法令走下来 有一些要好几个月 甚至超过一年 因此不但让屋主损失惨重 另外就是在Squatter附近的林社 也感到十分的不安 因为Squatter常常有的时候 在里面是续意的破坏 甚至在里面搞得脏乱不堪 还使用非法的毒品等等 因此很让这些具有Squatter的 这些林社感到非常的气愤 而法律上却没有一个比较快速 可以解决这种情形的法案 因此现在已经有不少的 这个团体准备在明年 2025年的1月 要向德州的立法院推出新的法案 来更有效的制止这些留在空屋内的Squatter 在这边也特别提醒房东们 当您租房子的时候 您的lease一定要书写得非常的清楚 所以到时候进入法庭中 不会有任何的争议 还有就是一旦房客没有付钱的话 不要等不要拖 立刻可以将这个房客 以不缴房租的名义开始 要驱逐房客的手续 因为即使到时候协商 也可以将整个手续停止 但是月晚开始 那么这个房客就可以留在您的屋内越久 好的 最后我们来关心一下这则消息 那么警方表示 有一名男子和当时的警察起了枪战 那么现在则是逃之夭夭 原因是当时休斯顿的消防队 正在一个加油站加油 目睹了整个情形 发现一名男子和他的女友两人吵架之后 居然男子追着女友朝他开枪了九次 那么当时的消防队员 立刻请在附近的警察支援 而当警察到达现场之后 尾随着这个开枪的男子 而这名男子居然下车朝警方开枪 两人进行枪战 而男子居然驾驶着警车逃跑了 不久之后 男子又驾着警车回来 上了另外一部黑色的雪佛兰 Camaro的跑车 并且和警方再度起了枪战 目前这名男子正在逃逆 而被他开枪九次的这个女子 不幸送云不治 好 亲爱的听众朋友 谢谢您收听美军为您 翻译编辑播报 德州以及Houston方面的新闻 祝福您有一个愉快安全的星期二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